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两句话里面 以是不是就是那个桥梁传递者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串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 甲是大于以的 以呢又大于丙一比丙高嘛 所以谁是最高的呢 显然甲是最高的 对不对 谁是最矮的呢 那就应该是丙是最矮的 题目是不是就搞定了 那么我们说像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充分的利用以知的条件去进行推断 逐一推理 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简单推理问题 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好 那么不多说 我们马上先来看一下 今天具体会学习到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会学到这个顺序型的推理问题 什么叫顺序型呢 谁比谁多 谁比谁少 谁比谁高 谁比谁矮 这种就是有顺序的 对吧 然后呢叫做配对型的推理问题 谁跟谁呢配上对 第三个 真假型 说的话里面有真有假 以及还有正方体中的推理问题 这四块是我们今天会接触到的内容 那么你做好准备了吗 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另一这道题目 说那在桌子上面放有三盘苹果 小猫就说了呀 说第一盘比第三盘要多三个苹果 小狗说第三盘比第二盘少五个 嘿 他们两句话里面 一块多一块少让人容易晕 对不对 那么说请你来猜一猜 哪一盘的苹果最多 哪一盘的苹果最少呢 如果你直接去读这个文字 发现哦 好晕好晕好晕 我脊下想不明白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说其实你可以借助一些方法 比如说画图 画图找线索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在这边老师教大家画一个线段图里面的一种 就是带箭头的 我们把它叫做轴线 箭头指过去的往往是比较大的 或者说是比较多的那个 这呢就应该是少的那个 好 那么他说第一盘比第三盘多三个 第一盘比第三盘多三个 那我就随便找一个点 比如说这是第一盘 他比第三盘多三个 第一盘比第三盘多三个 说明他们俩之间差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三个 还有呢 小狗说 第三盘比第二盘少五个 第三盘比第二盘少五个 反过来说就是第二盘比第三盘多五个 一比他多三 那么这个第二盘比他多五 是不是应该在一的前面 对吧 这个就是二号盘子 第三盘比他少五 就是第二盘比他多五 他们俩之间差的就应该是五个 根据这幅图 我们说你把文字已经变成图了嘛 你就可以猜出来了 哪盘苹果是最多呢 我们说应该是最多的 那个应该是谁呀 最多的就应该是第二盘 把它给写下来哈 那么哪盘苹果是最少的呢 我们发现最少的就应该是第三盘 好 那么这套题目其实这样子 回答只是回答最多最少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 咱们要是想把题给它变难一点 我还可以问第一盘 就最多的盘和中间那盘比 差几个呢 多几个呢 你会发现这是五 这是三 中间差的是二 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能够求得出来的 对不对 只要画出这个线状图就可以了哟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说到了一个 就是推理的好工具 让我们去画这个线段图 往往的话你带一个箭头 就表示一个多少这样方向 看起来会更加的明确一些 是吗 好 那么这个题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个举一反三 差不多类型啊 刚刚是几盘 那么现在变成有三种 说呢 有三种水果 请你根据小动物们的话来猜一猜 哪种水果是最重的 哪种水果是最轻的 小猪说香蕉比桃重 这里面提到了香蕉和桃 小乌龟说呢 他说苹果比香蕉要轻 有重有轻 请大家注意 我们最好把它统一成同一种表述 你要么都拿重来说 要么都拿轻来说 别一会儿重一会儿轻的啊 好 下面一个小路说 小路说苹果比桃要重 那么有了这三句话以后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咱们说你可以去画这个线段图 画纸线 对不对 那除了这种方法以外 你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其实像课前热身里面 老师说甲比乙重 乙比柄重的话 我们是不是用到大于小于符号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应该也可以按照一个质量 质量就重量嘛 对吧 进行一个排序 就用这个大于小于符号 来排下去 比如说做做看 他说香蕉比桃重 我写简单一点 就写一个香字 好吗 大家看得懂就行 香蕉比桃重 我用大于符号来表示 是不是就香大于桃 第二个苹果比香蕉轻 哎你想苹果比香蕉轻 是不是意味着香蕉比苹果要重 香蕉比苹果重 我要统一成同一种大于小于符号 你不要一下子全部一会用大 一会用小的 这个容易看错了 第三个小路说 苹果比桃重 那就是苹果大于 好 好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能不能把这三个式子 给它合并到一起去看呢 你能看得出来吗 其实后两个里边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香蕉大于谁 大于苹果 而苹果大于桃子 所以后两个式子就已经是用过了的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式子有没有用上的 它说香蕉大于桃子 香蕉大于桃子 你看是不是应该也是成立的 所以你把后两个式子给它合并在一起以后 第一部式子是可以帮助你去进行一个检验的 我们题目是不是就已经做出来了 写完这个以后看看回答问题 它问我们是什么 哪种最重哪种最轻对吧 那么我直接写到这边来了 最重的就应该是香蕉 那么他又问我哪种水果是最轻的 最轻的应该是桃 对吧应该是桃 那你看这题目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这种就是有顺序推理的 就谁比谁大 谁比谁小 谁比谁轻 谁比谁重 这种比较型的有顺序的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解决它 第一种就画轴线 一条这个线段上面有箭头的画轴线 第二种方法我们说就可以用到什么呀 用大于小于进行一个排序比较 用大于好小于好 但是老师再提醒大家一遍 我们在一道题目里面只能选择一种符号哟 要么都用大于要么都用小于不要混着用好吗 好那么这道题目说完以后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一个举一反三 就是说到呢什么呀简单推理里面 如果说顺序型推理的话 它还有一个好的工具就是顺序图 两种东西线段图这个顺序图 两种都很好用要掌握起来哟 那么说完这个之前总结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二这道题目了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这道题目 说现在有四个小朋友 小兰小明小英和小丁 这四个小朋友呢在画鸡啊 然后呢他说每人画一只鸡 有什么鸡呢 有黑公鸡有白公鸡有黑母鸡有白母鸡 从颜色上面来分我们发现 是不是就是应该有两种黑的和白的 从性别上面来说 我们发现有公鸡和母鸡对不对 然后已知小兰画的鸡正在干嘛呢 说正在提名报小 就是谁画的小兰画的啊 他和小明画的鸡都是黑色的 而小英和小明画的鸡都是母鸡 问你知道白公鸡是谁画的吗 有这道题目怎么做呀 从谁那入手把谁当作突破口呢 我们说有一个人的表述很奇怪 就是小兰 他说小兰画的鸡正在提名报小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鸡是会提名报小的吗 公鸡还是母鸡 母鸡下蛋应该是咯咯搭 对不对 公鸡才是就会提名报小的 早上你听到的鸡叫声都是公鸡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提名报小的是公鸡哦 那你确定了这个以后 我就可以用排除的方法了 就你可能一开始找不到白公鸡是谁画的 但是我把其他的几种公鸡 都把它找到画画的那个人 那是不是白公鸡也就出来了呀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小兰 小兰呢 她画的是什么 她画的是提名报小的鸡 也就是说一定是公鸡 那是白公鸡还是黑公鸡呢 她说她和小明 这个她指的就是小兰 对不对 她和小明画的都是黑色的 所以小兰画的就应该是黑公鸡 对不对 我这个鸡我就不写了 然后小明呢 她也提到了小明 那小明画的也是什么 也是黑色的 我写一个黑色啊 然后呢又说小英还提到了小英了 那么小英呢 她说小英和小明画的都是母鸡 小明画的是黑色的 而且还是母鸡 那她就应该是母鸡 而小英呢 小英画的也是母鸡 只不过她是什么母鸡 既然小明已经画了黑色的母鸡 那么小英画的指的是白色的母鸡了 此时我们说黑公鸡 黑母鸡 白母鸡都有了 是不是只剩下白公鸡 没人画了 那你说白公鸡应该是谁画的呢 剩下一个小朋友了 小蓝小明小鹰 只剩下小丁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她问我白公鸡是谁画的呢 我们发现应该是小丁画了白公鸡 你看这道题目是不是也就做出来了 我们用到的是一个排除的方法 大家来看一下排除法 当你去掉了几个其他的选项 我就把这个白公鸡是谁画的 是不是就锁定在目标 就把它给锁定住了呢 先排除掉其他选项 再锁定正确的选项 这种方法叫排除法 你 这种方法叫排除法 这是啥 叫排除法